人和人如果不在一个层次上 那么无论你做什么 对方都觉得不对 所谓层次不是社会地位 而是人品和认知事物的清晰程度 人与人之间因各自不同的价值观 经验和认知水平 必然引发各种冲突 道圣和夫曾言 当你接触的人越多 你就会发现 比你层次高的人会鼓励你 同层次的人会欣赏你 比你层次低的人 才会诋毁你 同贫才能相惜同趣 才能同乐 只有灵魂相似的人 才能看出彼此之间潜藏的内在 懂您的人不用言语 不懂您的人百口莫辩 有人捏着您的过往 不依不饶 也一定会有人会跨过山河来守护您